台湾市的房价节节高升 民众想住房越来越辛苦 台湾市议员陈淑华在议会市政总职询时痛批 台中目前一户房屋动辄上千万 房价每平平均都要三四十万元 希望如市长思考如何去创造合理的房价 别让台中买房的门槛越来越高 台湾市购物节祭出千万豪宅抽奖 让许多民众趋势若鹜带动经济成长 不过议员陈淑华在议会市政总职询时痛批 台中目前一户房屋动辄上千万 房价每平平均都要三四十万元 妈妈市长丝毫没有对策 却疑似在炒房炒作价格 在101年的Q3 当时这个购物平均总价 根据统计大概是711万 那现在109年的Q2 它的这个购物平均购物总价 已经来到了1069万 所以这当中的涨幅高达50.35% 议员表示台中房价值值上 年轻人居住问题越来越困难 但社会住宅不景不足 进度还出现落后 尤其房价贵但房租涨幅更是惊人 从105年以来公寓大楼住宅租金 涨幅超过两成 民众不只望无心探 还望社会住宅心探 我想很多东西一体两面 对于现有的住宅的民众持有者 他希望涨 因为他希望他的房子 不是越来越 越大越不高的 但是对年轻人来讲 刚好相反 他就很痛恨这个事情 因为你涨了 那我就买 更买不起 所以怎么中间去抓取平衡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透过一个打击步伐 透过一个降低价税 透过盖社宅的方式来积极解决 上表示维持房价的稳定很重要 目前东区东市子段 太平永义段与大理光镇段二起的 社会住宅工程都已顺利绝标发包 也将积极打击步伐与降低地价税 希望打造台中成为一具城市 建神专台中厂报道 到这边的下方 中厂报道 这边的厂报道 涵头给将其养地区 可逾 稳吉